这是改造前的样子 这是改造后的样子 这是去年冬天我去的这个面包窑 一共也就用了四五次吧 但是现在开春了 天气暖和了也用不上了 我们打算把这一片连带这个面包窑 给他们换上一套新皮肤 看我们在这儿画这个面包窑 绑一大哥不请自来 给我们送来了爱心早餐 感谢绑一大哥送来的油饼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菜模 里面夹菜的那种 你说话没有东北味 想东北味容易啊 老好吃 嘎嘎好吃 老香了 天天只要去嘀嘀口就是嘎嘎好吃 嘎嘎香 来 突然就到了穿胆线的季节了 我们把这个 促成了这种五颜六色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算把这儿 做一个小小的布景 来 现在摆拍一下 好 走过来 来 伊伟 开始 哈喽 你好 好佳呀 餐具 你们吃过饭的时候 这么大 考虑到我们十两斤人 算这么大的碗 非常感谢 一直看你们的视频 还有这个猫也看过 给店长说一声 这位大姐给我们带了很多礼物 我送她一杯咖啡 哦 她想喝啥 来 给孩子做一个果汇 给孩子做一个果汇 谁还想要哪种口味的 香蕉的吧 香蕉的啊 光是个木板肯定不行 画画是必须要安排的 画个什么 丧 丧什么 儿子吗 丧不是太阳 那儿子是什么 儿子也是丧 嗯 怎么出来 兄弟们 画第二天了 嗯 太阳都出来的 好了 院子又多了一个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 大家觉得怎么样好看的话 打个好看打在公平上好不好 关注我学习更多基建小技巧